大家晚安 又到了睡前練殘局的時間了 上次這一題應該大家 我是這一題 大家呢應該也 豁然開朗了 當時我也卡住了 這個關鍵就是要困住這個鞠跟馬 所以呢透過 這樣子前馬進去把他的馬給困住 要咬住這個王呢牽住這個馬 但是在這邊卡關就是說這個象抓了這個馬 馬離開了這個馬就跑出來 所以必須要果斷的吃象 除去這個障礙 除了這個障礙以後呢馬兵就可以困住他 構思成一個困蔽的這個局面 下一局殘局其實蠻難的 我認為他有可能排錯了 因為多一個四反而很好贏 因為多一個四呢他的馬出入就更不通暢了 這個在精巧殘局100局 李東建先生寫的裡面呢有這一局 這邊要有一個四 這是一個難度更高的一個精巧殘局了 然後紅方這個時候呢先走一手弦鑿 同時呢避免這個馬三退五的時候呢 他將牽制入這個帥 那這個時候呢黑方的四下來了 將來有可能黑方的王回到做到中間來 所以呢我們再等他一手希望他上市 那他如果跳到這邊來他回不去了 那他的王這個馬呢偏離的中心地帶 待會我們馬就去構思這個馬這個王先回中 然後呢構思說這個攻擊他的王或者是吃掉他的四 好這樣子紅方就可以透過呢運轉 跑到46這個位置破掉他的四 好馬四退二以後呢叫殺又要抓四 好他這個四就丟了 好這個四一丟 就形成了馬低兵必勝單馬 好如果是Pulse合旗 那馬的話因為他不能在直線上停留 好所以呢這個旗他就會輸 好這邊就算是必勝了 這樣就把他馬吃了 他如果往這邊走你馬七退六 這邊有馬六金八跟馬六金四 他一個馬還是守不到兩個這個地方 所以他就不行了 好我覺得有些難度有些真的是難度蠻高的 好這個形成鐵門鑽這個就秒殺體了 一個炮就可以把12344個指給震住 所以我就只剩一個橡門搞定而已 那我們就聖廷前步 用這個兵把這個橡關注應該就問題不大了 直接衝下去也可以 再選一首 等著被吃 好數戰數決 喔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個也沒連江殺吧 沒連江殺是不是比較好贏 有的題目他的難度排列的有點奇怪 這個起紅方黑方是不是要兩步啊 那紅方也要兩步嗎 還是紅方可以更快 我一步兩步就把他殺了 這樣子是不是 先試試看吧 先爬王 持續鎖定 我感覺黑方就是比較慢 定住他這樣 這個有沒有偷殺 也沒有 所以我覺得他速度上太慢了一點 速度慢啊這個就 終究是三個人比他快 黑方大概是兩步殺 紅方也是兩步殺 好獲勝了 這個是什麼棋 黑方有兩個主要 蚯蚓降龍的架子 那是不是要擺成 是不是要連江殺 他側面虎是嗎 側面虎是嗎 哦 冰江冰江把冰都氣光光 狙江側面釣魚馬 他退向 然後再狙江把他送三樓這個馬 好看起來這個馬最難用到呢 就是要讓他往這邊奔的 好 氣掉兵打開G的通路 下到馬4退伍這一江 然後他已經只能電向 然後你在G打江 他不能退王 否則釣魚馬 他只能上王 好上王之後 唉唷這邊要小心一點了 因為他控制到那個 控制到 哦 標準沙發 這邊待會G將不到了 這邊待會G將不到了 氣G 氣G用馬 然後卧槽馬殺 然後卧槽馬殺 真是漂亮 構思 雙江 然後王也用到了 漂亮的一局 現在難度的確越來越高 這個是馬 低兵這個也算是定式殘局 相對難度也是比較高了一些 兵可以先衝下去 先把他請出來 請出來以後再轉到釣魚馬的位置 先把他請出來以後再轉到釣魚馬的位置 請出來以後呢 釣住他的這個王跟炮 現在他這個底四這個位置呢 如果我們跳到釣魚馬 就可以控制住中四跟底四 所以我們開始運轉 應該是馬七退八 馬七退八 馬八退六 他是一個運轉的過程 然後我們這樣就 這樣子就剩定了 欸 跑掉了 那應該過程中怎麼弄 喔 剛剛一個馬八退六 啊 剛剛怎麼衝了 剛剛他不進完就一個馬八退六才 我們要重來呢 還是要回去 還是不要回去 那就重來吧 再掉回去 看 走著走著忘記 這邊有一個馬八退六齁 你也不要讓他的王順便給回來 馬八退六他就只有這樣 這樣就定義了 然後再抓再call 再key到很特色的釣魚馬 這樣是他的王就沒有寫完釣魚 這樣就抓四十了 抓四十以後呢 好 下掉馬八退六 好 最笨的方法就是 最笨的方法就是馬八退六 這也是一個技巧 從往後面繞過去 欸 它不直接繞 也要用本號吧 這樣子繞過去了 所以剛剛那個馬的運轉 怎麼樣去超市 先把他的漿跟泡 釣出去 我們釣魚 我超馬 轉芭蕉馬 那轉的過程中呢 想把他釣到釣魚馬 很新啊 這邊是因為什麼新 是怎樣 在這幫你 будущ的說法 跟絆拒 這給你 最遇到這幫你 搭取 上鋸的把握 雷媽 這裡 任由 省眼 起到這中間 我那夠把握上裡 在這個線上 那個蚯是 進去 進去 這個中心 我們 能夠 要得到 一奧的點 相對一團 技術 在提議一團的技術 私信一下 就這樣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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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一個關鍵手 你可以靠近把戰精 或把戰精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呢,馬來救我們馬來救醫院還是要重遇 他會是比較正確的 還是沒什麼問題啊 這個期待就是一個問題 所以,他必須要重避體力就像殺 然後,你如果把砲抽到他就像殺 所以,他現在還沒用 你自己看魚脊平均 你怎麼離開一起? 你不用怕吃了還是在死? 那馬三千,如果他用爬王會可能性 他用爬王會可能性 王就像殺了 而且,你終於不能抽到東西嗎? 他在進去的感覺 進去 吃 吃,我吃了這個鞋也是可以嗎? 還行 對他,對他拒撕一下 就是要吃他的鞋 他能夠拒撕去 你馬一斤三千塊你可以 然後,七軍用他的鞋給他 那這樣抽鞋,他就沒 沒被瓦了 先當獲勝 吃光了 精尺 精尺 吃光光 好啦,我們買雷了 我們今天上場被營灌 這個就十五秒 一四五到一百零 也...大概多少 這個就是要把雷呢 看起來在這裡調查 這就是掛槍或木槽 這樣 這樣 這馬二階之槍看起來沒有過去 因為他等待會還有一個馬二對四 然後你下不到馬上退六的樣子 那地方這樣 這個G被砲擋住了 那立馬展開四架看起來也好 所以就是先砲槍 然後打開G的通道 好 我們接下來 接下來其實是神絕槍 然後三堆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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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樣 喔 很有可能 然後你再去五中間一排 看一下 欸 像是個五 像是一個五次 的 這其實其實剛剛他如果 到時候炮退回來 就是直接放野殺 然後我們現在也就 殺著其他 欸 我剛才都下錯了 我剛才是要行下馬山正設 想著想著 就這樣他在馬山正設 手伸到腳後 這樣 可以 剛剛好像剛剛要的手順 出來吧 剛剛講的這一望就是 先馬槍吧 先馬槍他就沒有爬 爬往你這邊的運氣散 剛剛講這個就準備 只能等一下 你撐濕的話他馬是進災 馬是進災 然後握槽馬 據說就這個時候看一下 魚子巷 魚子巷就沒有其餘的距離 那這個時候還有什麼呢 炮打一架 這個時候要下得很勁強 這個時候炮打一架 他四巷都動不了 還加他如果趁是這個盯住了 以後握槽馬 應該有種 這炮打一架 是為了待會兒 欸 這麼容易就死 他如果推炮的話 鄰居吃巷 然後再吃死 一路灌 灌到殿下剛好這個光影 很大 所以這個巨馬槍呢 吹過拉球的功夫 看收穿司機要哪裡的好 我撐到一百零 試試看 這看起來是個臉 這樣子啊 這體應該不太難吧 這邊藏著一個掛槍 先這樣再講吧 現在沒有免得起 這樣 本來巨江應該也沒什麼大問題 警局 在這邊 炮槍有的 所以你是 去吃屍江 然後再打江 就 去馬 然後七星就出來了 炮打一架 他不能降武 他只能飛降 那你就倒馬回來 然後 然後再釣魚馬 從江 最後再從 後面一撥 然後 這是一個什麼氣 這個氣優勢太大了 這個算是簡單的優勢勝法 你要怎麼樣贏得乾淨秘魯 去炮打架 把它鋸黏住 去炮打架 把它鋸黏住 或是鋸打兩架 鋸打兩架 你可以彈珠化心 彈珠化心 彈珠化心來之後呢 就等一了 因為這馬是金二 而已 重弓 工工就是我們的 잘못的師 差 好 當我們做完這個優勢 七驅座,然後跑 再去打一槍 他會很強 所以先把他降落 降落了 他往這邊跑 我還以為他退往 退往比較帥 我退往後去這樣子 都是簡單殺法 沒有一個很厲害的技巧 那我再去打槍 再去打槍 這沒有很厲害的技巧 連七驅座都用不到 有點失望 這個是狙馬砲直接的暴力 暴力中間 這個放在愛紅溝 特略裡面 就難度太低了一點 好,那我們今天就 接到105 我們下次再繼續了 還好沒有看關卡太多了 謝謝大家